同学们好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第23课 纸传和风筝 在学习这个有趣的故事之前 请你和老师一起先来读一读上节课学习的生字 相信同学们都认识了这些生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纸传和风筝这篇课文 请你自己打开语文书默读课文 边读边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读完后请你对照屏幕试着补充屏幕上的语句 自己试着说一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原来这篇课文讲的小松鼠和小熊 通过纸传和风筝成为了好朋友 吵架后又借纸传和风筝和好的故事 那么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的第一次案段去寻找答案吧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文的第一次案段 想一想自己知道了什么 我想你知道了 松鼠住在山顶 小熊住在山脚 他们想要成为好朋友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想你也许还知道了 那条小溪就连接着他们的家 这也许就是连接他们有意的桥梁呢 那么接下来就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个自案段吧 松鼠和小熊住在一座山上 松鼠住在山顶 小熊住在山脚 山上的小溪往下流 正好从小熊的家门口流过 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 吵架后又是怎样和好的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完成学习任务 自学提示 一 莫读二至十一自然段 想一想小松鼠和小熊是怎样成为朋友的 吵架后又是怎么和好的 二 找一找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的语句 三 试着体会他们成为好朋友后的心情 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我找到了松鼠折了一只纸船 放在小溪里 纸船飘啊飘 飘到小熊的家门口这一句 我认为这只小松鼠很聪明 它把纸船放在小溪里 去和小熊交朋友 我还画了 小熊拿起纸船一看 乐坏了 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 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祝你快乐 这句话 这句话中写 小熊乐坏了 因为他收到了小松鼠折的纸船 上面还放着松果 松果是小松鼠最喜欢的 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小熊 小熊肯定非常高兴 这位同学很会学习 他明白了小松鼠送松果的含义 还体会到了小熊的心情 这只小松鼠多聪明啊 它借纸船去交朋友 还在松果上挂着写有祝福的纸条 如果是你受到这样的礼物和祝福 肯定也会这么高兴吧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美美地读一读这两句话吧 松鼠折了一只纸船 放在小溪里 纸船飘啊飘 飘到小熊的家门口 小熊拿起纸船一看 乐坏了 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 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祝你快乐 小熊乐坏了 那小松鼠呢 也乐坏了 为什么 让我们来听听 学习伙伴的想法 小熊收到小松鼠的礼物 也想送给小松鼠一件礼物 所以它扎了一只美丽的风筝 挂上纸条 写着 祝你幸福 小松鼠看到自己送出的祝福 有了回应 所以肯定也非常高兴 也乐坏了 这位同学说得对 当小松鼠伸出有意的手 得到了小熊的回应之后 肯定也乐坏了 所以才会一把抓住风筝的线 一段有意的建立 两个好朋友肯定都非常高兴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和学习伙伴 来读一读这两句话吧 它想了想 就扎了一只风筝 风筝乘着风 飘啊飘 飘到了松鼠家门口 松鼠一把抓住风筝的线一看 也乐坏了 风筝上挂着一个草莓 风筝的翅膀上写着 祝你幸福 好 同学们看 接下来请你看看 屏幕上的这几句话 想一想 你认为哪一句更好呢 让我们来听听 学习伙伴怎样说 我认为美祖的第二句更好 因为如果有了飘啊飘 就好像能看到 纸船慢慢顺着小溪漂流 还有风扔在风中飘荡的画面 如果去掉了 读起来就没有这么美了 是啊 在语句当中增添叠词 更能增添语句的美感 这位同学在阅读时 头脑当中还想象着画面 肯定能将课文读得更美 更有感情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 头脑当中一边想象着画面 一边再来读一读这两句话吧 小松鼠和小熊 收到接下来说 вмladı对付kon中一边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增添 我认为松鼠和小熊收到的不仅是草莓和纸船 还有交到好朋友的快乐 和来自朋友的祝福 那代表着珍贵的友谊呀 所以课文中写 他们俩都乐了 是啊 正是因为这纸传和风筝的缘故 让他们俩成为了好朋友 想象一下 他们每天在一起会做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每天给彼此写信 折纸传 放美丽的风筝 或是送去最新鲜的松果 有了好朋友陪伴的日子 是多么美好 你希望这种美好持续下去吗 老师很希望 可当他们沉浸在快乐当中时 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不愉快 下面就请同学们 自己读一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 想一想你读懂了什么 你读懂了什么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知道了 松鼠和小熊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 身体上看不到风筝了 小溪里也看不到纸船了 他们两个肯定谁也不理谁了 我想 他们俩为了一点小事吵了一架 谁也不理谁了 肯定会非常难过 是啊 从此他们分开了 多么让人痛心啊 难过的小松鼠和小熊 在没有朋友陪伴的日子里 是怎样度过的呢 下面请你和学习伙伴 一起来读一读这两个字案段 想一想 小松鼠和小熊 在没有好朋友陪伴的日子里 心里会想些什么 小熊很难过 它还是每天扎一只风筝 但是不好意思把风筝放起来 就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 松鼠也很难过 它还是每天折一只纸船 它也不好意思把纸船放进小溪 就把纸船放到屋顶上 小松鼠和小熊 在没有好朋友陪伴的日子里 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我认为两个好朋友 心里肯定都很渴望曾经的友情 也想珍惜过去美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每天都扎风筝 折纸船 但是都不好意思先说出和好的话 所以他们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 把纸船放在屋顶上 希望对方能看到 让对方和自己和好 快乐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适 而寂寞的日子却又度日如年 后来小松鼠和小熊和好了吗 他们又是怎样和好的呢 请你读一读课文的第十和十一字案段 自己来想一想 小松鼠和小熊后来和好了吗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 我认为是小松鼠再也受不了了 想找小熊和好 所以折了纸船 上面还写了纸条 问问小熊愿不愿意和好 我认为小松鼠非常难过 是因为他肯定很想念小熊 却不好意思和他说话 并且又担心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失去这个好朋友 他每天想啊想 所以难过得受不了了 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 想和小熊和好 那张纸条不仅仅是问小熊 愿不愿意和好 更是主动伸出有意之手的真诚 这两位同学 不仅读懂了小松鼠的难过 更体会到了他的真诚 下面就请同学们 带着自己的感受 一起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 过了几天 松鼠再也受不了了 他在一只折好的纸船上 写了一句话 如果你愿意和好 就放一只风筝吧 他把这只纸船放进了小熙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真诚 小小的纸船起航了 当小熊看到这只纸船 和上面的画石 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 我认为小熊也非常想和小松鼠和好 因为之前小熊就每天扎一只风筝 放在屋顶 现在小松鼠主动找他和好 他立刻就放飞了美丽的风筝 这里面写的美丽的风筝 不仅是画得漂亮 更代表着两个好朋友 想要和好的心意 松鼠这时高兴地哭了 因为他终于和小熊重新成为了好朋友 又可以每天在一起快乐地做游戏了 不再难过 不再孤单 小松鼠和小熊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 两个好朋友因为交到朋友而感到开心 又因为遇到矛盾而心里很难过 最后因为伸出和好的手而高兴地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建立一段友谊很容易 而维护一段友谊却不容易 它需要我们用宽容和理解 去珍惜和好朋友之间的友情 老师身边有一位热心的小伙伴 他想帮小熊写一张卡片 画在风筝上送给小松鼠 请你也来写一写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 看完之后 你是否有更多想法了呢 如果你感兴趣 请你刻下来完善自己的卡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哭字怎么写 请你跟着视频一起来书空 哭上短下长 犬的第一笔横略短 撇那要舒展 笔上面的两个口要宽 点笔横收笔略靠右 纸传和风筝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很多 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也能和你的好朋友主动伸出友好的双手 那么课下老师给同学们留一个小任务 请你和你的同学来分享一下 当你和你的好朋友闹矛盾时 你是如何解决的 同学们 纸传和风筝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将认识一位新朋友 疯娃娃 在他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节课的学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